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呢,我会通过讲一个人,为你展现一个时代。 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做武赵。 这个赵字啊,并不多见,上面呢,是一个明亮的名字, 下面是一个天空的空字,合起来就是日月当空,普照大地的意思。 这个字是专门为武则天造出来的。 武则天称帝以后,把他用作自己的名字,所以武赵就是女皇武则天。 今天要跟你讲的这本书,书名就直接用了人名,也叫做武赵。 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罗汉,他是北佛罗里达大学的教授,研究武则天的资深学者。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这个标题看上去呢,平平无奇,但是仔细琢磨一下,这个说法,其实又很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呢,其实有过不少掌握大权的女性啊,从汉朝的吕后,一直到清朝的慈禧太后,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这也很容易理解啊,如果要是老皇帝去世了,而新皇帝呢,年龄还太小,太后性格又强势一点,就很容易出现太后掌权的局面。 而且儒家文化是最讲笑道的,小皇帝听太后的话,在政治伦理上并没有什么问题。 武则天和慈禧太后这些人相比呢,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他迈出了称帝这一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女皇。 他还在世的时候,就获得过一个尊号,叫做则天大圣皇帝。 你看啊,在中国历史上呢,掌权的女性是很多的,但是登基称帝这件事,只有武则天干过,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武则天本人的素质。 武则天从小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而且,他拥有刚毅的性格,我们都听说过,他十四岁的时候,为唐太宗驯服猎马的故事。 而且,他还拥有不屈不挠的意志,一步步地从唐太宗身边的才人成长为了女皇。 并且,他还拥有非同寻常的运气,才能在一个个重要的关口逢凶化即。 但是啊,这些因素在很多成功者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足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 塑造女皇武则天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素质,还有时代的大事。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相比于个人素质,这些时代大事可能更为重要。 那换一句话来说,通过武则天的成功,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唐朝的一些时代特征。 那今天,我将会用三个关键词来为你归纳这些时代特征。 这三个关键词分别是草原文化、数族崛起和佛教。 那说的更具体一点呢,就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草原文化的影响给唐朝带来了怎样的伦理和性别观念,从而为武则天参与权力角逐,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数族官员的崛起是怎样把武则天推向权力中心的? 这里的数族是和士族相对的,所谓的数族官员就是平民出身的官员。 第三,佛教的影响是怎样为武则天称帝,提供思想支持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草原文化在当时对伦理和性别观念的影响。 武则天成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是他从赶叶寺回宫,被唐高宗李治奉为朝仪。 如果没有这一步,那后面的故事也就无从说起了。 武则天原本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云李治是隔着辈分的。 只要放在其他朝代呢,可能就会被说成是乱伦。 但是,武则天幸运地生在了唐朝。 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熙曾经说过,唐原流出于遗敌,古归门失礼之事,不以为意。 意思是说呢,唐朝和游牧民族啊,有着很深的渊源。 所以,并不把乱伦太当回事,而这里的游牧民族呢,指的是鲜卑族。 西晋灭亡以后,中国北方经历了一段被称作五湖十六国的历史时期,就是五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政权。 这五个少数民族呢,分别是匈奴、鲜卑、杰族、低族和羌族。 这五个民族当中,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鲜卑族。 中国北方经过五湖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先后出现了北魏、北周,这两个统一北方的王朝。 而这两个王朝呢,就都是鲜卑族建立的。 隋唐两代都和北周王朝有着很深的渊源。 隋唐的皇室原本都是北周的臣子,还与鲜卑族互相通婚。 隋唐帝杨广的母亲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就都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 所以说呢,隋唐皇室都有着鲜卑的血统。 唐高祖李渊和隋唐帝杨广,其实就是表兄弟。 那正因为如此,隋唐皇室的伦理观念受到草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传统的中原王朝呢,是很不一样的。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言,儿子继承父亲留下来的女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汉朝的王朝君嫁给了匈奴禅瑜,在禅瑜去世以后呢,他不得不下嫁了禅瑜的儿子。 这在汉人女子看来是一种屈辱,但是在游牧民族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唐帝吸收了游牧民族的伦理观念啊,这位武则天回宫参与权力角逐,提供了前提条件。 那除了伦理观念,草原文化还给隋唐时期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性别观念。 游牧民族并没有汉人儒家社会那样严格分明的男女差别,在辽阔的草原上并没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划分。 女子也可以骑马打猎,木马放羊,和男子一样生气勃勃。 这种性别观念呢,渗透进了中原文化,所以唐朝的两性关系啊,也比其他朝代要更平等,更开放。 当时的女性比此前和此后都更为强势,出现了不少怕老婆的故事,甚至是皇帝也不能幸免。 隋文帝杨坚就是个出了名的七管炎,在他的后宫里啊,他只有独孤皇后这么一位配偶。 有一次,杨坚忍不住灵性了一位姓玉池的宫女,这独孤皇后知道了,就趁杨坚上朝的时候,下令把这个宫女打死了。 杨坚是敢怒不敢言啊,只好赌气离家出走了,最后呢,被大臣们追了回来。 你看,杨坚和独孤皇后的关系都快改善今天的一夫一妻制了。 而更重要的是,独孤皇后还很有政治才能,杨坚对她几乎是言听计从啊,朝中大臣们把杨坚和独孤皇后合起来,称为二圣。 这个称号意味着独孤皇后的政治地位和杨坚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二圣这个称号后来再次出现,就是在唐高宗李治时期。 李治并不是一位懦弱无能的君主啊,他其实很有才感,开创了永辉之志的局面。 但是呢,他的身体不太好,经常是头晕目眩,视力也严重下降。 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说啊,他可能是患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后来,李治的身体越来越差,终于到了不能办公的地步了,就只能找一个最信任的人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而这个人就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虽然是女子,但是接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他长期在李治身边耳濡目染,对于政治很有心得。 于是,武则天就成为了李治最重要的助手,甚至在上朝的时候,他也经常是坐在李治的身边,一起议论朝政。 于是,大臣们就把李治和武则天也称为二省。 这就等于承认了武则天拥有和李治相近的政治地位,可以看成是武则天后来独揽大权的前奏。 而且这段经历呢,也帮助武则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武则天做皇帝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也就是从公元六百九十年登基到公元七百零五年退位。 但是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活跃了三十五年之久。 他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和唐代相对平等的两性观念,是分不开的。 公元六百六十六年新年到来之际,武则天又向全天下展示了他的政治地位。 这一年,李治在泰山进行了封善大典。 封善这两个字呢,是有讲究的。 封就是祭天,善就是祭地。 封善一世通过祭祀天地,一来可以夸耀皇帝的功德,二来呢,可以显示君权神兽,强化皇帝的合法性。 在以前的封善仪式当中啊,执行仪式的是皇帝和公亲大臣。 但是武则天却提出来,天代表阳,地代表阴,所以祭天的仪式应该由皇帝来主持,而祭地的仪式呢,则应该由皇后来主持。 李治同意了武则天的要求,于是在这次的封善大典上出现了这样的景象。 祭天仪式结束以后的第三天,举行了祭地仪式。 祭地仪式分为出县、亚县、中县三个步骤。 李治象征性地执行了出县的步骤。 武则天随即登台主持了亚县,把祭酒洒入礼器,在雅阅的伴奏下完成了仪式。 随后又由后宫嘉丽和众臣们的妻子来完成了中县。 武则天通过封善大典给世人一种印象,自己并不是皇帝的附庸,而是一只独立的政治力量。 又过了几年,这种印象又通过称号上的改变固定了下来。 公元674年,李治和武则天的称号分别被改为了天皇和天后。 天后并不仅仅是皇帝的配偶,他和皇帝一样,同样代表上天的一致。 传统中国政治最看重的就是名号了,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而天后这个名号呢,成为了武则天的重要政治资本。 在当时,这种平等的性别观念并不局限在皇室内部,还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 公元653年,也就是武则天刚刚从改叶寺回宫的时候呢,民间出了一位女皇帝。 这一年,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 起义军的领袖是个女人,名叫陈硕珍。 她以太上老军为号召,吸引信徒,发动起义,还自称皇帝。 陈硕珍这个女皇啊,比武则天出现得更早,虽然不被主流史学界承认,但是至少能说明,当时的男人们啊,他们并不觉得为女性首领效力,是什么羞耻的事。 不过,这种性别观念虽然很重要,但是呢,只是为武则天的回宫和掌权提供了前提条件。 武则天能够一步步地走上女皇的宝座,还由于他找到了权力的基础。 下面呢,我就来为你讲一讲,唐代数族势力的崛起,是怎么把武则天推上女皇宝座的。 所谓的数族啊,就是庶民的数,家族的族,它有一个对立的概念,我们可能更为熟悉,就是士族。 所谓的士族呢,就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本质上是学者、官员和地主的三合一。 比如东晋的宰相谢安,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就都是士族的成员。 士族的势力在魏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他们垄断了当官的门路,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就是说,寒门子弟都当不了大官,而大官的职位都被士族占据了。 这里的寒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数族,也就是没有士族背景的家族。 士族势力到了唐朝,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这主要是因为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做官,提供了机会。 数族势力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但是啊,士族势力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啊,于是呢,士族和数族势力之间,开始了明争暗斗,这也为武则天上台,提供了机会。 唐代前期,有两股士族是势力最大的。 第一股叫做山东士族,就是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士族。 那这批士族呢,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期就形成了。 唐太宗时期的重臣房玄陵,就是出身于山东士族。 第二股叫做关隆贵族,也就是居住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到甘肃隆新一带的士族。 关隆贵族源于关隆集团,关隆集团是陈寅克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的是西魏的宇文泰建立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隋唐皇室的祖上,都是这个集团的成员,所以呢,隋唐两朝都和这个集团有着很深的渊源。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就是,山东士族是旧士族,而关隆贵族就是新士族。 唐朝皇室原本也是属于关隆贵族。 唐太宗在位的时期,既提高了关隆贵族的地位,也注意维持和山东士族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唐太宗去世以后呢,长孙无忌当仗了。 由于长孙无忌也是关隆贵族的成员,他做事比较极端,专门培养关隆贵族的亲信,打击了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员。 而至于那些数族出身的官员,就更要统统靠边站了。 所以,唐高宗李治上台以后啊,面临的就是关隆贵族匕首遮天的局面。 虽然唐朝皇室自己也是属于关隆贵族,但是呢,朝堂上关隆贵族一家独大,缺乏制衡,对于皇帝来讲,始终是不利的。 李治和关隆贵族之间的矛盾,终于在废王立武的事件上爆发了。 所谓的废王立武,就是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位皇后。 王皇后是李治的原配皇后,她也出身于关隆贵族,是长孙无忌的一颗重要棋子。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李治和她的感情啊,并不好。 加上武则天入宫以后,又为李治生了一个儿子,于是呢,李治就想把王皇后给废掉,改立武则天位皇后。 这可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了。 武则天的父亲呢,叫做武士约,原本是一个木材商人。 武则天在长孙无忌看来,是一个不入流的寒门女子,李治女居然想要将她立为皇后,那这还了得啊。 武则天下决心要扳倒长孙无忌,于是呢,就开始向其他人寻求帮助了。 当时,朝廷上的山东士族和数族寒门,都对于长孙无忌啊,是敢怒不敢言。 由于山东士族有一定的家族背景,比较看重脸面,所以呢,他们不敢轻易出来冲锋陷阵。 但是啊,数族寒门却不一样,他们没有什么背景,俗话说嘛,光脚都不怕穿鞋的,于是他们就看准了这是一个翻身的好机会啊。 如果要是在武则天身上下注,只要赌赢了,那就一定能获得汇报。 于是,他们纷纷地跳出来,表示支持。 比如,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李义福,他就是数族出身,担任中书社人,主要负责赵书的起草工作。 他因为得罪了长孙无忌,正要被贬到地方上去做官。 他很着急啊,就和一个朋友商讨对策。 朋友对他说呢,我听说啊,皇帝有意立武昭仪当皇后,你啊,赶紧表态支持,说不定呢,还有救。 李义福觉得有道理啊,于是晚上就紧急求见了李志,递上一份表彰,请求废表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皇后。 李志大喜,就让他官居原职。 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就投桃报李,一步一步地把李义福提拔到了宰相的高位。 再比如啊,还有一个大臣呢,叫做许敬宗,他也是数族出身,看准了这个机会,就经常去自告奋勇地劝说长孙无忌,答应立武则天为后,结果呢,他每次都被骂的是狗血淋头。 所以武则天啊,就对于许敬宗,是特别的感激。 许敬宗这个人呢,还公然放出话来,他说啊,一个庄稼汉,遇上了丰年,多收了几斗麦子,还会琢磨着换老婆呢,天子要换个皇后,那是天子自己的事儿,大臣呢,哪有资格去干涉呢? 他说这话,就是在鼓励李志,哎,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于是,李志就坚定了废王立武的决心。 许敬宗后来也一直当到了宰相。 李义甫和许敬宗都是数族出身,为武则天冲锋陷阵,才有了后来的地位。 武则天也投桃暴力,特别注意众有数族,建立了以数族官员为核心的政治班底,也就是所谓的北门学士。 唐高宗李志在位的后期,身体越来越差,武则天呢,已经成为了实际的掌权者。 这个时候呢,他以组织撰写《猎女传》等儒家典籍为由,启用了一大批的文人学士担任他的智囊班子。 这批人平常经由皇宫北门进入大内,所以呢,就被称为北门学士。 北门学士基本都是数族出身,武则天对于这些人呢,是非常的重视。 北门学士当中的代表人物,比如范吕冰、刘一芝,这些人啊,还一直做到了宰相。 可以说,武则天能够掌权,是因为他和数族官员结成了政治同盟。 李志去世之后,武则天独揽大权,并且开始削弱唐朝皇室的力量,清除朝中的一己势力,为后来称帝做准备。 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使用了一种非常手段,也就是酷吏政治。 他启用了周星、莱郡臣等一大批酷吏,专门罗之罪名,陷害大臣,以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啊,朝中已经没有人敢反对武则天的统治了,唐朝皇室也对武则天表示了臣服。 武则天最后称帝,也就是水到渠成了。 酷吏政治固然是一种恐怖手段啊,但是它同时呢,也是数族崛起的一种极端形式。 周星、莱郡臣这些人都是数族官员出身,也只有数族才愿意去担任酷吏,因为氏族顾及到自己家族的名望,是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 可以说,是数族官员们将武则天捧上了女皇的宝座。 武则天和数族官员之间的联盟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那就是进一步打击了氏族的特权。 数族官员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官位,还包括和氏族同等的政治身份。 当时,数族出身的官员即使做到了宰相,还是会遭到氏族的鄙视。 前面说到的李义甫,他在做到宰相之后,就重新修订了氏族制。 所谓的氏族制,就是当时各大氏族家谱的汇编。 一个人是不是氏族出身,只要翻开氏族制查一下,就清楚了。 武则天当政期间,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自己的武师家族呢,并不在氏族制里面。 他所依靠的李义甫,这些大臣,也是一样的。 那这样在氏族们看来,武则天的政治势力,就是一群不入流的氏族集团,显得没有地位。 于是李义甫等人就提出来了,要重新修订氏族制,把武则天和他们的家族统统放进去。 这个建议呢,正合武则天的心意,于是,在公元的六百五十九年,武则天授意一群大臣,编写了一本新的家谱会编, 取名叫姓氏禄。 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不以氏族出身,而以官职高低,为划分等级的标准。 只要是无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列入其中。 如果没有无品以上的官职,哪怕是氏族出身,也没有资格列进去。 姓氏禄颁布以后,氏族官员们欢呼雀跃,从此呢,对于武则天,是死心塌地,成为了支持他做女皇的关键力量。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武则天这个人出现得非常的及时。 在唐高宗时代,长孙无忌为首的官聋贵族一家独大。 如果不是武则天率领数族官员与之对抗,那么唐朝很有可能就会走回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老路。 数族势力的崛起,是塑造女皇武则天的第二个因素。 武则天虽然获得了数族官员的支持啊,但是呢,想要成为女皇,还缺少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思想上的支持。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帝都是从儒家那里获得思想支持的,但是这对于武则天并不适用。 因为儒家思想当中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男权主义色彩,女人当皇帝,这在儒家看来就叫做聘鸡私臣,意思就是说呢,母鸡早上打鸣了,根本就不正常。 武则天只好另辟蹊径,那下面我就来为你讲一讲,佛教是怎样为武则天称帝提供思想支持的。 在当时啊,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五百多年了,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佛教都非常的盛行。 李世民九岁的时候,眼睛得过病,他的父亲李渊呢,就亲自前往长安草堂寺祈祷,希望获得佛祖的保佑。 记录隋朝历史的隋书,里面也说,隋阳帝当正时期,全国佛经的数量要比儒家六经的数量要多上几十上百倍。 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玄奘法师从天竺求法归来以后,组织翻译了一大批佛经,佛教的影响力就更大了。 武则天曾经在赶叶寺出家为尼,或许是这段经历让他对于佛教产生了认识。 到了他开始图谋称帝的时候呢,他敏锐地意识到佛教是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因为佛教讲究众生平等,并没有儒家那么强烈的男权主义色彩。 那武则天是怎么利用佛教的呢? 他把自己呢,塑造成了弥勒佛转世。 但是,武则天当政时期,有一部重要的佛教经典,叫做大云经。 这部佛经的来源呢,说法不易。 有的人说这部佛经早就存在了,也有人说呢,这部佛经根本就是武则天受益一批僧人伪造的。 但是无论如何,大云经这部经典对于武则天登基称帝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大云经里提到了这么一个故事啊,说的是呢,一位菩萨化身成了静光天女。 佛祖预言,静光天女将来会成为国王,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将受到惩罚。 武则天看到这段经文如获至宝啊,他有一位男宠,叫做薛淮毅,公开的身份呢,是一位僧人。 薛淮毅,就投武则天所好,组织僧人编写了一部《大云经书》。 就是对于《大云经》的经文,做出了解释。 《大云经书》里面呢,又做了各种牵强附会的联系,说啊,这位静光天女,就是弥勒佛的化身。 弥勒佛将要转世为王,武则天,就是弥勒佛的转世。 薛淮毅等人,之所以要强行把《大云经》里的静光天女,解释成为弥勒佛。 又把武则天说成是弥勒佛的转世,是因为在当时,弥勒佛是最深入人心的佛教形象。 尤其在民间,有很多百姓都供奉弥勒佛。 武则天被包装成弥勒佛的转世,这使得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终于,在公元六百九十年,武则天在佛教的加持之下,登上了皇位,把国号改为周。 他的尊号是,慈氏月谷金伦,圣神皇帝。 这里面的慈氏呢,就是弥勒佛。 武则天就是以弥勒佛转世的形象,成为女皇的。 在即位以后,武则天还不忘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了佛教的地位,在道教之上。 这一举动呢,除了吸引佛教对他的支持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唐朝皇帝自称是老子,也就是黎尔的后代,奉道教为国教。 武则天把佛教抬到了道教之上,其实也是在向天下宣告自己已经取代了唐朝的天命,历史已经进入到了新的时代。 可以说啊,没有佛教就没有女皇。 佛教是塑造女皇武则天的第三个因素,他对武则天的政权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有趣的是,武则天到了晚年,却又兴起了道教,求先问要,追求长生,甚至呢,经常离开宫廷,前往松山道观,寻求清静。 这也从侧面说明啊,武则天对于宗教采取的是一种使用主义的态度。 佛教对于他而言,只是一种政治工具。 唐代的思想界出现了儒、世、道三家并举的局面,武则天得以在这三家之中从容游走取其精华,唯我所用。 这也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公元705年正月,也就是武则天登记以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宰相张简之、联合羽林军将领发动政变,包围了武则天的寝宫、长生殿,逼迫他让位给儿子李显。 已经82岁高龄的女皇没有反抗,宣布善位。 同年二月,李显宣布恢复唐朝的国号。 武则天的周朝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武则天病逝,并被葬在了乾陵,和丈夫李治,长眠在了一起。 武则天的一生经历极其复杂,后世对他的评价呢,也是毁于参半。 对于他的政治作为,后世的评价以正面为主。 在他当政的五十多年里,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显著增长,经济较为发达,文化欣欣向荣,对外关系也是相当的稳定。 历史学家郭沫若称赞他,正起开源,至宏贞观。 意思是说,他继承和发展了唐太宗的贞观之志,又为唐玄宗的开源盛世奠定了基础。 但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后世对于这位女皇的个人品德,又有很多非议,甚至是批判。 比如,五代时期编撰的旧堂书中,就把武则天描绘成了一个恶毒淫荡公于心计的女人。 宋大的欧阳修呢,也在新堂书当中大发感慨,说世上大多数时候是善有善保,恶有恶保,但是偶尔也会有例外。 像武则天这样作恶多端,还能安享荣华富贵的,就是典型的例外了吧。 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如此两极分化,以至于立在武则天陵墓前的无自卑,也引起了许多争议。 为什么武则天要留下一块没有碑文的墓碑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武则天认为苍白的语言根本就不足以描述他生前的功绩。 有人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不敢留下碑文。 还有人说,武则天料到自己死后会毁欲参败,所以干脆留下一座无自卑,让后人评说。 其实啊,对于武则天的各种猜测,反映的就是后人对于武则天的不同评价。 武则天的一生是多姿多彩的,对于他的任何简单评价呢,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反倒是无自卑上的一片空白,最能描述他的一生。 老子说过,有生与无,一片空白之中,恰恰包罗万象。 武则天的一生之中,既推崇佛教,也不排斥儒家和道教,既重用数族,也并不对于士族感激杀绝。 既打击李唐皇室建立了新的朝代,却又将儿子立为太子,最终把江山还给了唐朝。 在他的身上,存在着无数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属于他本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 后人无法用任何标签去概括他的一生,恰恰是那座空白的无自卑,才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了,下面呢,来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主要知识点。 第一,武则天能够从赶耶斯回宫,并参与权力角逐,背后的前提条件,是草原文化给唐朝带来的相对宽松的伦理和性别观念。 第二,武则天能够战胜政敌,并且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中心,依靠的权力基础,是数族出身的官员。 第三,武则天最终能够加冕,成为独一无二的女皇,还由于唐代佛教深入人心,为武则天提供了思想支持。 武则天把自己塑造成弥勒佛的转世,在儒家的思想框架之外,找到了另外一套支持皇权的思想体系。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了。 好了,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